哈喽大家好 我是Dunlow 欢迎来到每周Steam特买单元 我原本以为7月特钱 可以有多一点点的时间 玩玩补膜作品 但谁知道竟然有限时免费 横空出世 突袭一个措手不及 那仔细看竟然是经典中的经典 觉得适合拍这影片来介绍 于是我们就来看看 本周的Steam特买好康分享吧 Eylex 原价328元 折扣4% 历史新的196元 评价600篇左右的压倒新好评 这款聊一期风格的Lane和战士二魔神游戏 主角是一名战士将搭乘飞船 前往一个又一个的空中与地上岛屿 目标就是启动岛屿内的核心 并把众多岛屿合并起来 恢复本来的样貌 但事情可没这么简单 一路上有许多怪物阻挠你 而深层地区甚至还有BOSS的存在 于是玩家得要想办法过关斩将 前往目标所在的地点 那玩法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空战玩法就是要玩家驾驶一台小飞船 然后360度的躲避敌人并且攻击 而地面战则比较多样 需要搭配道具技能来攻略 有许多跑酷关卡与小游戏来磨练玩家的操作 那当岛屿岛屿相结合 本来不能走区 就会出现新的道路来让你探索 总体来说就是一款可爱 疗愈但同时具备一定操作的小品游戏 魔女之拳R 原价780元 折扣15%历史频低663元 并价2500篇左右的压倒信号频 是款聊一戏风格的回合制RPG冒险游戏 原版模拟之拳于2015年时发行在手机平台 那这R版就是重制版 在遥远的过去 人类在神明的庇屋下平稳生活 后来部分人类发起叛乱 企图夺取神明的力量 但却失败了 这群人也被贬为魔族 那过了好几个世代 魔族后代也被称为魔女 如今被教皇所发布的魔女狩猎活动中 不断苟且偷生 那么主角就是一名魔女 然后法有点特殊 玩家可以学习魔法或者是物理攻击 甚至是战法双修都可以 因为战斗系统有着 当你用物理攻击打倒敌人的时候 会得到附加回合 以及上一回合用魔法 下一回合用物理的话 伤害就会得到加成 以此鼓励玩家多多尝试不同流派来游玩 那玩到最后又有众神庇佑的加入 让魔法策略上得到更多提升 那角色养成也很丰富 配合的时候还有小游戏能玩 以及解谜炼金宠物锻造可攻魔索 这款小而美武藏俊犬的优质游戏 Panel Rama 原价248元折扣45% 历史性地136元 评价500篇左右的极度好评 这款类似足有卡卡送的作品 但比起卡卡送 必须得要草原连草原的地形 道路连道路的情况来说 本作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去连结摆放 草原连道路连石头连水池都可以 但是你将相对应的土地连结在一起的话 分数就会比较高 那当分数达到一个阶段之后 就会给你奖励建筑 像是水石边多个船 空地能够放空中气球艇之类的 丰富你的场景构筑 那每隔一段时间也会有现实的挑战任务 完成之后就能获得大量积分 终结来说就是一款非常舒压的游戏 可以随着你的想象力来去摆放 随着游玩时间的增加 你所创造的世界也会逐渐升级磅礴起来 而且每放置一定数量的区域之后 就会有万能地形浪利用 如果想要放空脑袋松一下的玩家 那这款就可以试试哦 来手PP的谎言 原价1290元则COSP 首次特价 历史新低1032元 评价13000篇左右的极度好评 荧幕其余纪委题材 所开发的类魂动作游戏 XGP上有 假如曾经蓬勃发展的克拉特式 如今瘟疫肆虐 到处都是疯狂与歇血 而在这天有自然色的蝴蝶飞过来 唤醒了我们主角皮诺丘 就这样开启了冒险 那流程就跟内魂差不多 探索打怪 开截镜 做火升级 打Boss这样 不过武器系统比较特殊一点 武器会分成刀刃与物柄 依照组合的不同 攻击方式与属性都会不一样 剑匕首 盾气属性是由刀刃所控制 而物柄则控制角色的攻击方式 加持你可以斧头锤加西洋剑物柄 就能看到主角拿着斧头去戳人 是机械臂可以透过素材来去升级 就能获得额外的效果 像是可以把左手喷射出去 把敌人抓过来这样 那游戏评价很棒 但是XGP上有 我会建议XGP先玩玩 如果喜欢想收藏的话 再回来买就可以 战垂40K Mechanics 原价488元 折扣85% 例子新低73元 评价9000篇左右的几度好评 是恍惑自战其策略游戏 玩家将扮演机械神叫大闲者 游天所驾驶的飞船收到神秘讯息 经过调查竟然是失踪队友所传 于是我们将带队前往失踪地点死灵星上进行探索 结果不小心启动灵幕 唤醒沉睡的死灵灵主 于是玩家得要一边探索 一边想办法阻止灵主的复活 那游戏分成任务制 在出任务之前得先帮部队角色搭配天赋武器 也有类似天赋数的存在 能够让特定角色伤害提高移动增加等 然后选择任务开始关卡 那在这许多树状图的地图当中 每个坊间都代表不同事件 像是遇到有毒气体 应该进化快速通过还是祈祷呢 每个选择都有好有坏 这过程就类似在堆叠buff或者是debuff 因为最后一个关卡就得面对敌人 那有法就是战骑双方轮流攻击 胜利之后就能获得奖励 那继续下个更加艰难的任务 Skull The Hero Slayer 原价318元折扣10% 历史评低159元 评价10万篇左右的几度好评 这款内洛的动作游戏 人类大军袭来 勇者帝国军大规模讨伐魔王城 导致魔族所有人都被人类抓走 剩下主角苦谷一人 于是为了拯救家人 我们将挺身而出 那游戏分成关卡制 随着关卡推进分成5个章节 每个章节里面都有不同风格的敌人陷阱 那每过玩一个小关 就能得到金钱也道具等的不同奖励 而最特殊的就是能够换头 女主角是名骷髅 换头就等于换了一个职业的概念 那每个职业都两个随机技能 跟基本能力来给玩家使用 且当后期解救魔族同胞之后 就用点小钱换技能或者是升级能力 那玩家可以装备两个头骨 根据情况切换来使用 那就算这一局输了 也能用钱买点永久加成 来让下一局玩得更开心一些 女权主义Fist 原价168元折扣20% 历史新地134元 评价2000篇左右的极度好评 是款补膜作品 不用补丁插分土 幽云潜水区 某一晚因为基因变异的关系 导致全球女性无力值疯狂飙升 使男性成为人类社会食物链最底层 但就在这时 男斗性全传人全色狼 将挑战由女性自霸的格斗大会 是要夺回男人的尊严 以武力和魅力来把女性攻陷 那用法上就是偏向QTE的方式来按节奏 出现什么方向键就按什么方向键 或者是特殊机制的相反方向键 那这作品在文本设计上玩了非常多梗 写了非常多段子 听不说的我有笑出来 尤其女方一开始都会用紫高气昂的身态 彼此主角到来 但输了之后却有一点不可置信的模样 这个反差感不管看几次都很有趣哦 那美术风格很棒全程都有拼 想玩点俱乐性高的作品 这款就可以试试哦 战力时空Half-Life原价186元 折扣100%限时免费 评价也将近10万篇左右的压倒性好评 懼怕我们已设所创立的首款 科幻低人称射击游戏 当初于1998年也就是25年前发行出来 一推出就获得这种多好评 也被评为年度游戏的代表 然如今为了庆祝游戏满25周年 特别祭出一系列的优惠 初代限时免费 而之后二代及DLC 也都打折达到同版下 那如果稍微开上去玩了一下 很有料诶 最让我压抑的是 游戏全程竟然都是中文配音 嘿 Freeman先生 我有一次事要跟你说 不过就在20分钟前系统当机 我还在想办法找回档案 他们底下的实验室也出了问题 不过我想都应该处理好了 他们要我请您穿上防灾救生衣 尽快到下面去 别烦我 你就得等到测试结束 为什么我们都要带着可笑的领带呢 你不是应该在半个小时前就在实验室了吗 抱歉 Gordon 我现在很忙啊 现在别打扰我 拜托 实验结束前不要打搅我 拜托 实验结束前不要打搅我 好啦 这期一特价就到这边附上懒人包资讯 最近天气不是变人了吗 而每逢冬天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很饿 超级饿的那种 然后就能吃下一大堆东西 我感觉我上辈子应该是熊之类的生物吧 要除非能量来冬眠了吗 还是不只有这样 大家都一样 冬天到了就特别容易肚子饿